在我們的印象當中 公務員還有金融業 這是鐵飯碗 不過現在有網友他就分享 原來在美式賣場工作 只要你願意蹲 其實這個薪水也是很優渥的 他說自己就認識一名 就是任職25年的收銀員 他的月薪有5萬塊 6萬塊 我們就實際來看看 賣場的調薪制度 大約滿1040個小時 就會調一次薪水 消息出來也讓網友覺得 好羨慕喔 公務車堆滿滿 收銀員一項一項仔細檢查結帳 大家都知道公務員金融業 是個鐵飯碗 但有網友就說 肯蹲的話 美式賣場的薪水也很鐵 有民眾在網路上分享說 美式賣場的基層員工 月薪也很不錯 自己就認識了一位 在美式賣場工作的收銀員 已經任職了25年 月薪已經有5、6萬 調薪制度有多狂 一名在美式賣場工作的員工表示 剛入職月薪34K 換算時薪大約是213元 做滿1040個小時 調一次薪 以每天工作8個小時 一個星期上5天班 幾乎是半年就加一次薪 最高時薪可以到302元 月薪50K入帳 工作單純入門門檻低 讓不少人聽了都好羨慕 這還不錯 如果收銀員工就有5、6萬 這還不錯 給人的印象是外商的公司 所以應該薪資的部分 應該會比台灣好吧 因為它正值就5、6萬了 一般的基層的那個 台灣的薪資 正值的話都還滿偏低的 三月進入爭財旺季 人力銀行最新調查指出 今年有高達9成7的企業 有意願聘用應屆畢業生 比例創下11年新高 起薪方面大學畢業的新鮮人 平均有30800元 研究所畢業起薪則有33500元 也創下9年新高 是合理的 對啊 因為跟我們以前比起來就差很多了 現在政府好像也有在 關心這個區塊 剛開始入業的話 應該是還OK的 只是說可能再工作個 一年兩年的話 心事當然看自己的表現 辛苦工作一個月 最期待的就是領薪水了 在大通膨時代多點薪資 生活品質也多點保障 東森財經新聞 許雞宇平捷台會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故事直播